在来之前,会议的组织者,尤其是郑同柱,希望我搞一个书面发音。 所以我其实紧感慢,写了一些五千字的发音。 如果在这个会议上,抱住宣歌,我觉得可能大家有点太长。 比如半个小时的话,也太长。 所以我也不是一个习惯念书面发音的人。 所以我会按照讲法讲一点,然后我会再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说一点。 首先,尊敬的各位同道朋友们,各位很荣幸能够在此分享, 我对理想国、水晶国和宪政法制基石这个主题的部分出前思考。 因为最近,郑存祖一直在忙于建设这个水晶共和国。 有的人认为这是一个玩笑。 但是我觉得一个好的玩笑主题,能够开拓成一个好的未来中国的蓝本。 一个实验地。 所以我从敬意上来讲,非常支持搞这样一场实验。 我觉得很多东西,民主是需要实践的。 自由、宪政、法制都需要实践。 不是光主要谈一谈,理论上的一些公共的说教。 我们反对中共专制。 但是反对中共专制,我们真的能够在各方面超越它吗? 有的人会说,如果你们动作在很多方面,在执政方面,在运行的很多的细节方面,还不如中共的话。 那你们有什么资格说,你们将来能有信心有能力,领导14亿的中国呢? 这个说法,我们在过去的辩论中经常见到。 我们不可能说在所有的方面都超过这样一个强大的专制统治。 但是我们至少在部分,部分我们最在意的一些领域应当超越。 否则的话,我们真的是很难据说。 所以呢,我们在宪政法制的这个推行实现过程中,有一些细节还是应该注意。 我今天早上注意到汪明主席在发表这个告辞演讲的时候,提到了这个程序争议,他非常强调程序争议。 我非常赞兰。 但是我要补充加上一句,程序管理也很重要。 就是程序的细节。 我今天要不客气地说,这次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筹备,一些工作的细节,不如上一次代表大会。 我不能说全部,但至少是部分的细节。 给我一个旁观者感觉,做事情不够认真,不够细致。 人家说这个细节有一定成败。 我们在很多方面,中共它是非常邪恶的,但是你不能否认的是,它在一些组织宣传方面做得相当成功。 但是费了很大力气,哪怕是在战争年代,他们做的一些宣传工作,组织宣传,哪怕是形式上的东西,做的都是有声有色。 这不是我欣赏《小邪恶》的这种专政。 但是我们要肢体治理,要把他们的一些常处,不能说全学,至少学一步。 我们把事情要做得好一点,要做得完完。 所以理想国,我为什么要提理想国呢? 就是说,从人类到今天的思想文化里面,有很多人都想,我们理想中的国家应该是什么。 那么我们理想中的一个治理模式应该是什么样的? 不管你是政治立场派的国家,你肯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我们请问在座的你的理想模式,理想模式怎么样? 我估计千篇,就是千篇幻化,应该是不会有一个肯定的模式。 那么一个自由的,一个包容的未来的政体,仍然需要有一个好的现法,有一个好的思想渊泉,有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制度的基础,或者讲基石。 如果没有这样的东西,我想你很难能够让一个国家走向一个法治的,现正的良好的这样一个回答。 这个,所以我在这篇文章里面呢,演讲稿里面提到了,我们要学习古典政治哲学,古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经验, 中古先进国家的政治实践,近现代先进国家的变革和治理经验,以及探讨宪政法制,如何能够成为创建水晶共和国的制度基石。 那么关于理想国,国拉图,苏格拉底,和过去古希腊,罗马的一些政治家,他们的一些思想,那些很多的内容,我想今天就没有时间一一来指出了。 我有这个文字宝,大家可以看文字宝。 所以,总的来讲呢,就是说,从古到今,这么多年来,人类的思想遗产,精神才好,已经逐步我们当代人来利用和见见。 我们很多人都想创新,但是创新何其容易? 你说你是天底下最新的东西,实际上你真正要藏文献,你的东西恐怕早就有古代人的收获,只顾你不了解。 所以太阳底下没有全新的东西,这是一个红变的规律。 但是也不是说你就无所作为,你至少在有些方面,结合当代的时代的特点,你可以做出一部分创新。 但是你要想做百分之百的原创发明,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以你个人的质合的代表。 所以我们要善于利用和发掘人类思想遗产。 几千年,古今中外的文化思想遗产已经足够有用了。 所以无论是乌托邦的理想,还是比较结合现实的理想。 我们总归要造一些东西来,朝着那个目标迈进。 很多人都希望中共跑台,当然我也有意外。 问题有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假如习近平就像人民最近传说的,得了一线来了,马上就要死了。 如果习近平死了以后,假如说没有什么特别能够震得住的接班人,中国有可能亏乱。 假设这种情况下,我们海外的希望中共倒台的人,我们做好了哪些准备呢? 有的人在做春秋大梦,觉得我们是当然的领袖。 中国14亿人肯定会欢迎我们回去做领袖。 这是在做梦。如果说三十几年前做这样的梦,还可以理解。 现在在做这样的梦,太幼稚不笑了。 所以你到那个时候一定要有一些东西能够说服国内的民众。 我们有一些好的方案和好的建议,你们愿不愿意尝试。 如果你们愿意尝试,我们可以共同的来,比如说,开一个类似于美国大陆直线会议那样的一个公开的会议。 邀请各个方面的人物,包括共产党里面,他如果愿意留在这个未来的新政权里面服务的, 也不是说,他如果是最大乐极的,当然不能着述他。 但如果要是讲,还是可以将功责罪的那些人。 也不是说共产党的人一个都不留,撒装完事。 不可能。 比如说那样一个学新的政权,将来一定不会困在场景。 所以呢,我们希望未来的中国是一个暴露平。 不是说不惩治罪恶,但是呢,还是我一定的暴露性。 把各方面的人才、思想都能够吸取,结合在一起。 所以呢,我想理想国或者是理想的治理模式,每个人都可以说出自己的轻松的哈梅特。 但是没关系,我们只要有这些想法,到时候都可以进行百家争鸣, 然后在一个开放的平台上进行争论。 博异。 你不要以为你就一定能够。 这不是现场的吧。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到那个时候,你不能保证,你就有天然的震荡性,合法性, 以及你觉得你能够战胜所有的其他的政治派人。 我们海外只是可能是很多政治力量中的一直或者素质。 到那时候我们可以参与竞争。 我们参与竞争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能够释出。 所以呢,就要大家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我们现在的时间其实并不多。 假设中共在未来的两年到五年之内讨台, 我觉得我们都没有做好准备。 我们拿什么去跟其他政治势力派别去竞争。 我觉得我们自己都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 更没有这样的自信。 在一个我们的年龄结构,也有很大问题。 我们在座有很多资深的反共业人士, 有很多人留下的是一种美好的愿景。 真正中共正常搞的一个, 我们这些垂老一一的前辈们, 不太可能自己会去直接执政。 更多作为顾问,提供一些思想方面的一些政治方面的建议。 包括我本人在内也是这样。 虽然我并没有做自己分老, 我认为我今年是三十二公岁。 三十二公岁。 所以呢,我在不断地学习新的东西。 我现在仍然在跟十八岁二十岁的大学生年轻的学生一样, 在学习新的课程。 所以我觉得,活到老学到老, 不只是说说而已, 而是要身体力性地去做。 我以前在国内没有系统地学会一些学科。 比如说,经理学, 数学学的不多,统计学学的也很少一点。 然后呢,还有像生物学,政治学。 很多东西在国内没有很系统地学习。 我现在都是比较系统地学习。 用的是美国主流的经济学教育书。 很认真地做作业写东西。 所以我觉得,当好一个小学生, 吸取人类迄今为止的思想经济遗产, 才能为未来的中国做一些储备。 知识储备,或者是其他政策方面的储备。 而且我作为一个美国公民, 我也没有那样一个奢望, 说将来有一天, 未来中国成立一个民主宪政法制统和国, 回去去担任这一关办职。 我没有这个想法。 我到时候还会住在美国。 最多就是多回去几次。 因为现在我不能回去。 到那个时候,如果可能多回去几次, 提供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所以我想,如果在座的有些人, 有志于将来回到中国去建设未来的民主化中国。 我想这些人的年龄现在应该是在二三十岁左右。 这样的人是年负异强。 当然,五十岁还可以。 现在五十岁以下的人, 我觉得这可能心都不是特别大。 这五十岁以上的人, 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 然后呢, 讲到实施一个未来的治理模式的时候, 我就开玩笑。 假如说你这个随经共和国, 真的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实验地。 我们要开始的话, 要借鉴很多东西。 比如说, 美国在1787年制定的美利坚合同国的宪法, 1791年生肖的权力法案, 1789年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力宣言等等这些文件, 这都是我们要从理论到实践, 要深入地去掌握的。 因为这个标注着, 和现政主义在实践中, stretch向前面展开。 而且随着民主化改革的不断深入, 现政主义它已经融合了民主的因素。 为这个西方现政民主制作, 形成了一种合理性。 而且, 这种现政主义是逐渐通过, 不仅仅是君主宪政 而且发展出了民主宪政的 这样一个整个的庞大的体系 在世界范围之内 除了美国三权分立的 民主共和制 以及英国的君主的宪制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将经国主导的放弃专制 与思想共产的大胆变革 使得中华民国五权分立 民主共和制 在台湾可以确立 所以今天我们说台湾 是我们华人世界中的民主典范 是一个灯塔 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完满 还有很多的缺陷 但是在华人世界 它已经是最高水准 我们现在也许有些人有自信 加上我们能够超越台湾的民主 那当然很好 但是你这个超越 我相信三年五年之内不会 你没有那么快 要慢慢地超越 就是不可能一出就成了 在构建水晶 或者像理想国的过程中 我们要对 要几十个解析人性的弱点 我们每一个人 既然是人的话 对人性的弱点 所以不要太过于自信 那么建立切实可行的制度 来限制制度 这个膨胀的权利 这点非常明然 哪怕是一个很小的组织 无论是英国党部 还是民主党全统会 你当上主席 就去意味着责任 增加了一份 增加了责任之后呢 你要受到更多的监督 约束和批课 如果你这点都受不了的话 那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人物 你要成为一个合格政治人物 你要想着要天天被人骂娘 天天被人造谣不灭 你要能承受 心理上如果承受不了的话 你没办法 我们在固件这样一个影响过程中 我们要适合准备人性 还要特别防范 独裁专断和腐败 腐败到处都有 有的人说我们现在有什么资源 有什么可以腐败 腐败不在于它这个程度的高低 程度的大小 只要有腐败现象 那就是腐败 哪怕是贪五块钱 那也是腐败 不应该贪就不应该贪 那就是腐败 所以要建立起坚固的宪政框架 确保政权不会滥用权力 这也是我们对五罗马共和国 随道的重要的一刻 我们要以台湾为典范 界限成功的民主治理经验 和制度构建 然后呢 我们还不能忽视 当今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反面教材 尤其是中共 我们对中共自以为了解很多 知己知彼嘛 就是说我们要知道 要打败它 首先要了解它 而且不能完全百分之百分锁定它 如果你百分之百否定它的话 你就不知道它强大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们海外民运 三四十年来有很多方面 还仍然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 仍然没有在有些方面超过中国 这个是需要检讨的方面 有些方面我们真的是应该成熟了 但是仍然还没有成熟 我们要提醒 我至于参与这场伟大实践的探索者和实践者 要坚守宪政原则 维护人权和法治 切勿步入专制务群 最后让我们共同努力 在一片充满自由与希望的土地上 建设一个理论和梦想 模的与现实相结合的理想国 一个自由的民主的法治的水晶共和国 或者理想国 以宪政法治为基石 为华人世界树立一个崭新的榜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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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